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土地解冻后再进行发掘 没想到一群盗墓贼却盯上了这座大墓 桃谷队只得抢先下手与时间赛炮 在寒冬腊月中展开奋战 使墓葬逃过了盗墓贼的细节 令人欣慰的是 发掘过程中惊喜接连不断 考古队人发现 这座墓葬不仅规模较大 而且保存完好 墓中随葬品极为丰富 出土文物570多件 其中不少都是首次练试 大大丰富了音须青铜器 玉器等文物的种类 历时50多天的室外发掘工作结束后 花园庄M54号墓 即将进入室内靠谱阶段 墓葬主人亚掌究竟是谁 他来自一个怎样的家族 生前的职位又是什么 为何能享有这么高的墓葬规格 墓中出现的神秘手形器 到底是什么 尸骨为何能够留存至今 身上的植物颗粒又是怎么回事 墓主俯身而藏的背后 又隐藏了什么样的离奇绅士 回到这座古墓产生的大量谜团 扑面而来 期待考古专家的破解 春节过后 2001年2月2日这天 考古队又回到花园庄M54号墓 完成墓室的未经发掘 剩下的工作主要是清理二层台 及墓室底部的棺果底板 二层台内分层摆放了许多随葬品 有打碎的陶器 驯狗 牛腿骨 羊腿骨 和三个驯人头骨 二层台的底部还有四具驯人骨架 而在果汁底部也清理出了六具完整的驯人 这六个驯人其中在国室的北边有两个 国室的东西两侧各有两个 与上面这个阿尘台上跟这个田土里面不一样的是什么呢 这些人都是全尸 不仅是人头 其他部位都有 驯人数量的多少 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墓主生前地位的高低 此次发掘的亚掌墓内 驯人的累计数量已经达到两位数 这也再次证明亚掌生前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 足以保证死后这些人为他殉葬 通常来说 清理完墓室底部 一个墓葬的发掘基本就结束了 但考古队员根据以往大量的发掘经验得知 这样规格的殷商时期墓葬 墓坑底部还将有一个特殊葬制 包括这个棺木都结掉了以后 在棺的底部的正中那个位置 挖了一个小坑 挖了一个小坑 实际上对于墓主人来说 正好在墓主人的腰部那个位置 我们考古上叫一样腰坑 这个腰坑里面 它就基本上会放一条狗 我们现在从统计学的角度来说 应该说所有的殷墓墓葬 我们应该挖了一两万桌了 大概在50%到60%这个样子 这个腰坑里面都会寻找一条狗 这个成了整个我们殷墓时期墓葬的 一个最大的一个特色 墓室底部中央的这个浅坑 一米建峰 在靠北的位置 城东西向放置了一条训狗 出土时骨架还比较完整 商周时期的墓葬里 通常会在墓主人腰部下的位置 挖一个坑 埋上一条训狗 这是当时极为流行的一种葬所 直到春秋晚期才开始逐渐消失 这种奇特葬所的背后 究竟表达了什么呢 有学者指出 它或许与黄泉有关 在殷墓这个时期已经有一个黄泉的观念 这个腰坑甚至就是一个通往黄泉路的一个入口 我们在殷墓挖的墓葬里面可以看到 就是比如说我们说这个 这个我们挖的这个墓 最后我们知道这个墓深7.5米 像富豪墓也是七八米 像这个亡灵区的墓葬 一般都深十来米 这个深度恰恰是当时的地下水位的深度 就是说再往下挖一点点 地下水就出来了 那么这个人就会认为 再往下一挖就通到黄泉了 如此看来 腰坑的设计正是墓主踏上黄泉之路的起点 那么为什么要在这个起点放上一条狗呢 仔细观察 专家发现腰坑中的这条狗面朝东脚朝南 而墓主鸭掌也是脚朝南 但面朝西正好背对 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通往黄泉路上的非常非常的凶险 那么它就需要一个人去护卫的 去保佑的 它是相反的 一般说它是会跟它去相反的一种状态 这样的话 它会去警示护卫 保佑这个墓主人 去通往黄泉路的一个凶险的过程 殷商时期的人们眼中 狗是有灵性的 除了能为死者把守黄泉路口 或许人们还期待它能充当主人进入另一世界的引导者吧 最后部分的清理工作持续半个月后 2001年2月16日 花园庄M54号亚掌墓的考古发掘工作终于宣告完成 前后历时50多天 2001年4月 亚掌墓的考古工作开始进入室内整理阶段 工作人员一边着手修复陶器 玉器 青铜器等出土器物 一边对前期发掘所得的各类标本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这些标本对我们了解3000多年前殷商时期的生产水平 生态环境和人类体制状况等 无疑提供了第一手的宝贵资料 幸运的是这个牧主人的骨骼保存下来 保存下来以后 这个对于我们考古学家 对于体制人类学家就相当于容易来多多了 所以后来我们发掘了以后 我们把牧主人的骨骼运到工作站 然后专门请来了我们做体制人类学建议的同志 专门到安阳来建议 这个人类骨骼对于我们研究 有非常大的一个推动作用 包括最简单的 这个牧里埋的是男的是女的 他死的时候多大年龄 这个就是判断牧主人的身份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牧中难得留存下来的这些尸骨 还算完整 有头骨残片 肢骨残断等 牧主下葬时趴在棺内 右手臂置于腹下 左手臂向外写伸 下肢并排伸展 小腿骨略向外倾斜 双脚基本并拢 经过初步检测 体制人类学家很快得知 牧主鸭长男性35岁左右 身高接近1米7 中等身材 从保存下来的牙齿上发现 他生前患有严重的牙周炎 几颗牙已经产生曲齿 并有大量牙结石 奇怪的是 他的右侧脚掌骨头 有严重变形的痕迹 这又是为什么呢 当时没有像咱们现在的 这种椅子 凳子这种作具 它是以柜为作 就是说它一个双脚并拢 脚尖向前 然后膝盖着地 那种坐姿 其实以柜为作 其实当时普遍人都是这样的 无论男女老幼 原来这是长期采用贵姿 造成的后果 这应当是商代人的生活习惯 1976年 安阳殷须富豪木出土的 大量精美文物中 一尊尊造型独特 做工精美的玉人雕像 就曾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 这些玉人采用黄褐色 何田玉雕称 人物投书长辫 身穿长袍 双手抚膝 采用的也是贵坐的姿势 不难看出 早在先秦时期 古人在生活中 就已经有了 以贵为作的生活习惯 经过清典 安阳殷须花园庄 M54号亚掌墓中的随葬品 极为丰富 供出土有青铜器 玉器 石器 豪器等各类遗物 多达570余件 那么 墓葬主人亚掌 究竟是什么身份 为什么会拥有 如此众多的随葬品 它所来自的掌族 又是一个怎样的氏族呢 要将解开这些历史的谜团 我们需要对骨骼 做更加深入的检测 以获取更多的科学信息 于是 墓主的骨骼样本 被专程送往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和国外进行分头研究 安阳工作站的专家们 则对手头掌握的线索 进行进一步的梳理和分析 我们是通过一步一步的发掘 就像侦探似的 一点点去揭露 揭示这个墓主人的身份 桃谷专家从出土青铜器上的名文 已经得知 墓葬主人亚掌 是来自掌族中担任亚 这一官职的一位武将 那么他究竟当了多大的官 生前职位又有多高呢 根据墓葬填土的地层关系 和墓中出土的大量文物 考古专家基本断定 亚掌墓的年代 属于殷墓文化二期偏玩阶段 相当于古丁之子 祖庚祖甲时期 和富豪墓的年代 大体相当 对于考古学家来说 年代是第一位的 在田土里面 它已经开始出现了淘气 我们已经能够判断说 这个墓的年代 大体上跟富豪墓差不多 所以我们也会更多的 而且都在宫殿区 我们就会更多的 去跟富豪这个等级去比 殷商时期墓葬大小 基本能够反映出 墓葬主人身份地位的高低 因此为了判断 54号墓主人亚掌的生前地位 专家首先将它的墓葬 和富豪墓 从规模大小上 进行了一番对比 二者都属于 长方形数学土坑墓 M54号墓口面积 约16.6平方米 富豪墓则为22.4平方米 但亚掌墓有点特殊 头小底大 墓底面积26.5平方米 实际上已经超出富豪墓的面积 这个发现一度让考古专家们 暗自有些惊喜 我们说墓葬面积的时候 我们也想有点 内心的有点小 期盼是什么 会不会又挖了一个 跟富豪墓等级那么高的一个墓葬 这个我们开始也有这样一个预期 单好墓葬规模的对比 难以做出判断 专家们把关注点 接着套向了殉葬品 殷商时期的墓葬制度中 殉人和殉生现象较为普遍 殉人 殉狗数量的多少 在一定程度上 也反映出墓主生前地位的高低 富豪墓中 共有殉人16个 殉狗6条 而亚掌墓则有殉人15个 殉狗15条 两座墓葬数量不相上下 还是难绝高下 比较的过程 实际上也是一个研究的过程 也是我们准确判断墓主人身份 等级地位的一个过程 众所周知 商代是我国青铜文化发展的高峰期 青铜器是王公贵族身份地位的象征 也因此成了人们死后随葬的重要器物 青铜器 随葬数量的多少 与墓主身份直接相关 并且以乌合绝为核心的酒器 更是青铜锂器中 最能详细反映 等级差别的随葬品 因此 专家们把最后的评判 放在了两座墓葬 青铜锂器的对比上 当后来墓葬一揭开了以后 青铜器都暴露出来了以后 我们看还是可能等级上 照着从铜器的数量上 是没有复好墓那么多 从墓中出土的青铜器数量来看 亚掌墓一共出土青铜器265件 其中青铜锂器40件 包括9套孤绝 复好墓出土青铜器468件 其中青铜锂器多达210件 是阴墟中出土锂器最多的墓葬 无论从青铜器总量 估绝套数 还是青铜锂器所占的比重来看 亚掌墓都明显少于复好墓 但唯一例外的一点是 亚掌墓中随葬的兵器数量 却远远超过复好墓 占到出土青铜器总量的60%以上 其中象征军权的青铜锂 墓中出土了7件 是目前所知出土数量最多的墓葬 就算以骁勇善战著称的复好 墓中也只出土了4件青铜银 而且其中两件小型铜银明文显示 其主人是亚齐 亚掌墓发掘出土的青铜锂器 虽然数量上不及复好墓 但有些青铜器形体之大 与复好墓同类器相当 由此可见 M54号墓主人亚掌的身份地位 虽然不能与王后复好相比 但也是一位军权在握 地位极高的贵族 令人不解的是 身份地位如此尊贵显赫的人物 亚掌下葬时 为何采用了怪异的俯身杖呢 在殷序的墓葬里面 绝大部分的墓葬都是养生的 面钞上我们叫考课上 叫养生直之杖 这个比较多的 俯身杖比较少 因为有人有分析这个的 认为好像俯身杖 就是说地位比较高一些 身份比较高 我说这个我绝对不一定 我个人认为 可能说个人这个个体的 男性个体的死亡原因有关系 比如说它是非正常死亡的 比如说死于战争 死于疾病 或死于其他的非正常死亡 俯身葬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出现 殷商时期一度盛行 早期它的确是凶死者或地位低贱者 尤其是奴隶 普遍采用的一种葬式 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 这种葬俗已经变得复杂起来 M54号墓葬主人亚长 显然不是地位低贱之人 那么他采取俯身葬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难道真的是跟他的死因有关吗 他是非正常死亡吗 35岁的年纪就已经身亡 算是英年早逝吗 这个年龄呢 我们现在觉得年龄好像很轻 实际上在商代这个时期 他已经到中老年的这种状态了 因为整个商周时期 这个人的寿命 平均年龄也就是35到40岁这个样子 那么M54号墓主人亚长 到底是无疾而终 还是意外死亡呢 也许眼前的这些尸骨 能为我们打开通往真相的最后一扇梦 仔细检测这些骨骼 考古专家们发现了一些线索 它这个很重要一个特点 就是说它这个骨骼上 出现了大量的创伤现象 这个在其他遗址的骨骼上 并不是太多见的 这可能和战争有关 作为一位手握军权的人 他生前难免要与战争打交道 专家已经推断出亚长所处的年代 是继富豪之后 武丁之子祖庚和祖甲统治时期 伤亡武丁在位的时候 曾经长期对外发动战争 富豪就是在这些战争中 与武丁并肩作战立下了赫赫战功 武丁死后传为给儿子祖庚 祖庚死后传为给弟弟祖甲 祖甲因此成为商朝历史上 第二十五任君主 金本竹书纪年中记载 祖甲在位三十三年间 西北游牧民族 曾与次侵扰商朝边境 祖甲便亲自带兵冲征讨伐 并取得了胜利 而牧主亚长作为手握军权的人物 很可能他就是伴随着祖甲 一起出生入死的将军之一 在牧主人的身上 我们找到了七处的伤痕 这七处伤痕 其中有六处都集中在 牧主人的左侧的骨骼上 特别是我们这样的骨骨 公骨 其实通俗地讲 就是牧主人的左侧的 手臂 大腿 盆骨这些 都有顿气伤痕 或者是锐气的 明显的伤痕 坎痕 这些伤痕 甚至有垂肌 或者杂肌的一些伤痕 鸭掌身上的七处伤痕中 有几处略显不同 左侧一根肋骨的中间部位上 有明显的锐气伤痕 从骨骼的生长情况 可以看出这是一处愈合伤 左侧骨骨也就是左侧大腿骨上 也有一处愈合伤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牧主人受这个伤的时候 没有死 他经过一段时间 他就愈合了 多处愈合伤 说明亚长曾多次受伤 又重返战场 军人受伤本是家常便饭 死亡的阴影 总是和战争如影随形 但并不是每次出征 都能得到命运的垂青 七处伤痕中 还有几处显然都不是愈合伤 也就是说受伤后骨骼并没有得到修复 这种情况只有在人死亡之后才会产生 因为人死后细胞停止生长 无法获取营养 骨骼自然也就不能得到愈合 这骨骼上的受伤的痕迹上 没有那个愈合的痕迹 他可能跟他的死亡原因有关系 我们在的骨骼上 没有发现这个骨骼自我修复的痕迹 他就说在这创伤不久之后 他就死亡了 如此看来 这几处伤痕非同小可 弄清楚伤痕形成的原因 也许就能解开墓葬主人压长的死亡之谜 这些伤痕分别位于左侧宫骨 骨骨和右侧宽骨上 其中左侧宫骨也就是墓主的左臂上 有三道伤痕 长度分别为10毫米 13.2毫米 7毫米 伤口深度最深的为4毫米 这些伤痕说明他生前左臂 受到延续性的打击 所以骨骼上才留下多出痕迹 这会是导致亚长死亡的致命伤吗 这些伤痕 有的是明显的钝气伤 有的是像炸鸡的 粉碎骨折那种炸鸡的伤痕 还有最主要明显的一个在盆骨 墓主人的盆骨上面 我们叫恰骨这个部分 有一个穿透伤 显然 根据骨骼上残留的痕迹判断 专家并不认为左侧的伤痕 是导致墓主亚长死亡的致命原因 那么专家最为看重的那处 恰骨上的穿透伤 会是最后的致命伤吗 它又是如何导致墓主死亡的呢 从骨骼上的伤口痕迹来看 右侧恰骨上的这处穿透伤 直达恰骨内部约两厘米处 穿孔开口呈梯形 长达16至20毫米 宽11.5毫米 恰骨内部骨质已经属松 是被创伤造成的炎正氢染所致 内部呈软孔洞 从窗口形状上推测 这应该是毛鸽类刺激形成 而左侧骨骨上部的后面 则有一处锐起伤痕 创伤形状前肩后粗 略成三角形 有泵裂面 与恰骨上的伤痕 似乎难脱干系 这个是不是好像是来自于 背后被人用铜毛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东西 戳穿了 穿透了 这个穿透伤 所以当时的时候 做鉴定的时候 有个体制人家说 会推测 这个会不会是 木族的致命伤 因为这种伤痕 往往会贯穿动脉 就是我们的大腿的动脉 也就是说 至少他受过两个人打击 就是一个左侧 他的左侧 有一个人连续砍了几下 然后他右侧 有一个人用刺兵 有一个人用刺兵给他把这个腰部 我们叫宽骨这块 给他有一个穿透伤 也就是说他受到了多人多次的打击 根据骨骼上的伤口分析 木葬主人很可能是在这次惨烈的战斗中 不被受敌 尽被两难 最后被对方的兵器从右侧腰间插落 直接穿透到左侧大腿 引起骨洞脉流血不止 这才导致了最终的死亡 三千年前的一幕 仿佛就在眼前 可以想见 这是一位身军百战 屡历战功的舰力 在无数次的重复现阵中 一次次受伤 又一次次重返战场 但在最后一次的战斗中 却不去刮斗敌众 被敌人攻击后 身处撞伤 侧身倒地 在他无力还击之际 敌人仍然穷追不舍 不放过奄奄一息的他 用手中的兵器 猛力击打着他暴露在外的左侧身体 直到他最终流血不止 其已尽身亡 也许正因为他死于非命 所以入殓时采用了俯身脏 M54号牧主人亚掌 究竟为什么采用了俯身脏 其实真相已经并不重要 因为任何一种说法 在为国捐躯的一片铁血 却担心面前都显得是那么无足轻重 M54号牧主人亚掌 死亡的原因 虽然已经找到 但仔细查看这些伤痕 却又让人颇为费解 牧主人身上的这几处伤痕 几乎都集中在身体的左侧 从左侧手臂到左侧大腿 伤痕累累 这又是为什么呢 那么我们可以在脑海里去想一想 会不会牧主人在战场的过程中 身体首先被敌人击倒 侧身右侧着地 那么被风轮而上的敌人 赶上来的时候 疯狂地用锤击 砍 这样造成了左侧的伤痕 比较集中 可是为什么右侧 成为敌人攻击的目标 而且一招必命呢 这是偶然还是必然 是敌人侥幸得手 还是牧主身体 有什么致命原因 导致右侧失利了吗 在野外发掘的过程中 M54号亚掌牧中 曾出土一件奇怪的青铜器 这件器物因为外形酷似人手 专家们因此把它命名为手型器 它的真实作用 一直令人匪夷所思 亚长墓里面 出这个铜手型器这个 确实比较奇怪 这在整个商文化遗址里面 还真是唯一一件 这件青铜器呢 我们清了以后发现它 有点像人的一只手 它形状稍微比我们成年人手 要稍微弱小一点 当时拿上一看 这是一个铜手 像那小孩的手 那么我们就是看看 它里边是空的 所以这是干什么的呢 根据这样的形状 有专家推测 这件器物很有可能 就是东周时期 非常流行的一种工具 笔的早期雏形 春秋战国的墓葬中 经常会有发现 有的做成叉子状 有的成漏斗状 均带有长柄 出现在铜顶里 铜顶是干嘛 煮肉的 那就是这个也 因为亚长墓里边 出了六件顶 应该是六件圆顶 两件方顶 出的顶比较多 尤其是亚长圆顶 顶很大 那个顶 这个里边煮上十斤肉 二十斤肉都没有问题 那这个呆坝的 这个手型清通器 很有可能 是从这个铜顶里边 捞这个肉的一种工具 在M54号亚长墓 内观开启之前 专家们以为 墓中尸骨肯定被 清通器腐蚀 因此并不抱任何希望 但没想到 内观中 墓主亚长的尸体骨骼 竟然大部分 都完好地保存了下来 欣喜之余 专家们却也注意到 这么一个细节 我们在清理过程中 我们还发现 墓主人的缺了一部分骨骼 缺哪呢 主要是右手的手臂 还没有发现 这个当时的时候 我们应该是非常困惑的 缺失的右手骨骼 究竟是因为埋葬过程中腐蚀掉了 还是原本就不存在 这是专家们最为困惑的地方 后来我们把墓主人的所有的骨骼 放到室内进行检测的时候 特别我们找了体制人类学家 去鉴定的时候 我们发现墓主人的身上 有多数的伤痕 特别是左侧的伤痕比较多 联想到这个墓主人的这个 右侧的这个右手部位的 手臂骨骼没有了 我们就怀疑 会不会是因为战争的原因 造成了手臂缺失 消失不见的是右手掌骨骼 而墓中发现的手形器 也是右手的形状 这应该不只是一种巧合 如果是战争中失去了右手 那么墓中出现的手形器 它会不会起到一种新的作用呢 我们能不能做一个大的推测 这个手形器不是说是造立啊 不是说这个是军权那个权杖啊 会不会是一种假之 当然就是我们那个推测 如果专家的推测成立 这将是目前为止发现的 商周时期唯一一件青铜甲枝 也可能是我国历史上 最早的一件甲枝 那么这件青铜甲枝 又是什么时候 安在主人身上的呢 第一种可能性 我们假设牧主亚掌 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场战斗中 失去了右手 那么青铜甲枝的真正作用 就只是一件名气 就像人们遇到无头尸体入脏时 往往会用木头雕刻一个头颅 作为替代 使牧主人得以安然入土 不至于死无全尸 但是作为替代右手的名气 却有一个疑点 就是他的比例不对 他比正常的成人手掌 明显小了一号 其实商人是 铸造技术是蛮发达的 他如果想给他做一个右手的话 他完全可以拿他的一个左手 去翻个木具 或者拿另外一个人的手 去翻个木具 第二种可能性 木主压长的右手 早在之前的战争中就失去了 为了不影响日常生活和继续杀敌 也许是贴心的下属 亦或是赏识他的国王 为他专门定制了这个青铜甲枝 用以替代失去的右手 那他的作用 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假之 这也就不难解释 为什么亚长的致命伤来自右侧呢 一个英勇善战的将军 原本酒精沙场 武功超群 却仅仅因为失去了擅长使用武器的右手 导致他的战斗力大打折扣 最终被敌人承虚而入 站死在沙场上 但是如果这件手型戏 是作为假之而打造的 那么同样也存在着 比例偏小的问题 难道专家们的猜测 都不是最终的答案吗 也许事实的真相 我们永远都无从知晓了 随着室内考古工作的推进 围绕M54号牧主亚长身上的诸多谜团 正在逐一解开 此刻最让人牵挂的就是 送往国内外检测的骨骼样本 和植物颗粒样本 是否已经有了结果 它又将带来哪些新的信息 亚长和商王朝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它为何如此这般的奋勇杀敌 以致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它所来自的长族 又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